能够做类似这样 反正最后就做按钮 然后把它输出 总共会有五个SUB 最后多一个清除 OK 就会有感觉 就是每一个按一下 自动就完成了 当然最后留下中文应该蛮简单的 其实根本也不太需要改什么 基本上就是把上面的层面贴下来 然后把这边改成小于0 或者大于127 那表示说它就不是在那个ASKIKO里面的 以外的那些内码 那就表示它应该就是中文了 OK 然后这边我把字切出来丢到F 那就完成 那再来最后清除的话 就是说我要把整个范围 这个范围清除的话 那基本上当然我可以的 其实如果清除 那你也可以写一个回圈 一个一个慢慢把它 储存格清除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不聪明 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你不要用Sales的物件 你可以用Range的物件 Range的话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的话 你资料复制 其实也可以用一个Range 当然你一个储存格 call到另外一个储存格 比如call到这边 正式call一个 但如果你要call一整个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说 我这个范围我要call到这个地方 但是特别注意 你只要跟他讲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这个起始的位置 他就会帮你把整个call到这个 并且帮你又再复制另外一份 也是一样 它会变成一个Range 这个方法蛮重要的 因为将来我们要合并工作表的时候 用这一招是最快的 当然你也可以一个慢慢call 不过用一个储存格慢慢call 变成你要写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是for i 就是列 一个for j 就蓝 然后还要一个个丢过去 你倒不如用Range 一行就搞定了 OK 特别注意 一样清除也是一样 所以Range物件很重要 之后的话慢慢 除了Sales物件之外 Range物件你也要相当熟悉 所以这里的话 如果要清除这个范围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一个Range 刮胡 你跟他讲开头在哪里 开头在B2的位置 冒号 其实特别注意 Range它有两个表示方法 你可以用自串 自串的话就是B2到F9 这个是用自串的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叙述方法 你会发现它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Sale Sale到哪个Sale 这个Sale到哪个Sale 其实 如果我要改成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打些这个 如果你用Sale 你可以打一个Range Sales 然后不过这个就比较麻烦 第二列的B栏 逗点到Sales 第九列的F栏 然后后面再后刮胡 清除的话就点ClearContent 点CL clearContent内容 清除内容 这样子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是一种写法 另外刚刚那个写法 你可以写 Range刮胡 就等同于B2到F9 点ClearContent OK 特别之后这两种写法都是OK的哦 那你想说老生你干嘛没事 这个下面那个不是比较简单 你就写的 特别之后 有的时候呢 你就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个初春歌 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去表达 OK 如果你这个字串 你也可以用字串表达 所以两个方法最好都能够熟悉 这样子的话 你在处理范围就会更加的容易哦 特别之后 然后那这边说明一下 这个也许注解一下 就把它当注 这个就参考一下 主要是以下面这个方法来组